爆炒双翠 这道菜是采用万火爆炒法制作的一道敏菜 选料有墨鱼、猪腰 香醋、酱油、葱白、蒜瓣 味精、白糖、胡椒粉 湿淀粉、芝麻油 先将墨鱼刻上直刀 再用斜刀刻成十字画刀 镰刀切成片 镰刀切成片 和墨鱼一样都刻成十字画刀 然后镰刀切成片 葱切断 蒜 墨鱼 取一支小碗 加入葱 蒜 酱油 白糖 醋 胡椒粉 湿淀粉 制成调味汁 将猪腰倒入开水中 然后倒入墨鱼 进行焯水 将两样主料抄透以后捞出 锅内放油 将焯好的猪腰墨鱼过油 锅内留底油 倒入调味汁 然后再倒入过油后的猪腰墨鱼 翻炒几下 装入盘中就可以出锅了 做这道菜的关键是炒制的时候油温一定要高 动作要快 这道菜的特点是质地软嫩 味儿美 唇香 东北の参照 修理的値 是 带然之规签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